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不过这个大國本來交往 如果不要用意識形態因素 这种多方面的东西 本来就很容易酝酿产生 美国那个国际太空站 也有很多国家出钱 那出钱了之后 当然他就 希望你帮我做的实验 就一起运上去 这跟中国跟卡拉合作模式是一样 是一样的 那因为中国很特殊 就是中共未来的基建 可能很多都是中国盖的 所以他们大概未来会不断地看到 中国的各种团队进去阿拉伯世界 所以当然就越来越熟悉 所以这个王子也 所以我就开始用中国的媒体抖音 然后在上面就迅速爆红 这个这种操作其实很多国家元首都有 那个中国的微博抖音 很多都有那个外国知名的这个政治人物的 微博或者是抖音都有了 那只是因为现在在举办世界杯 所以你会去注意他 不过就说这个才是人家在搞的外交 你知道吧 所以他那个外交是真的切进去当地人们的生活 比如他知道中国的这个网友在聊他 那他就会跟他们玩起来了 拍影片互动什么的 对了我们台湾有这种政治人物吗 没有 没有啊我们也有啊 我们有这个民进党立委玩抖音玩得很开心啊 不是啦我是说跟当地民众玩起来 没有 那这样才能够增进友谊嘛 比如吴钊燮有认识几个立陶宛人啊 我不知道 我看我看我大概也很难想象吧 这个我觉得你未来会看到越来越多这种东西啦 因为不喜欢把政治标准架在作为前提啊 那这种国家多了 中东国家都是这种国家啦 他就觉得我的传统就是跟你不一样嘛 卡达事实上已经是 阿拉伯世界相对比较开放的国家了 那英国你怎么不去骂沙奥地阿拉伯啊 对啊奇怪了 你怎么不去骂阿联酋啊 那个半导电视台是卡达的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觉得英国最近有点神经兮兮的啦 他动不动就跟人家吵架啦 他也不知道他得到什么好处 他好像是斗鸡一样你知道吗 对对就是比如说那个苏纳克 本来以为他会比较务实嘛 结果也就莫名其妙的讲出一段说 中国在制度跟利益上是跟我们有根本性的挑战 对啊可是我们在经济上我们需要中国 那你面子李思寅都要 不可能啦 这莫名其妙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英国啦 事实上批评卡达的只有英国啦 而且主要是BBC啦 对就是BBC 就是BBC BBC事实上问题很多啦 因为我最近看那个白子抗议 白子运动 人家那个到十一月二十八号大体就解散 是 那只有BBC还在那边鬼扯说 这个大概是革命 六四以来的第二波最大的政治运动 就自己在那边瞎吹 而且他是国家媒体啊 他并不是小报 我说奇怪BBC你怎么这样报导呢 所以我觉得英国人最近真的蛮奇怪的 因为经济学人有一点类似 就是说他有一些传统上 得到很多人敬重的媒体 最近都蛮奇怪的 就是他报导的跟我们 我们是看得懂中文 你BBC懂中文的还没几个 你看到了有我们多吗 那你可以讲的这样斩钉截铁跟 跟现实完全脱节 这也不容易啊 这不可思议啊 就这样的一个针对防疫过当的抗疫的行动 而且大部分是快散行动 他可以把它上升为说这个叫白子革命啊 这个已经完全违反政治学的原理了 没有人这样在搞政治分析的啦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报纸呢 而且你又不是小报 好像变成说你巴不得人家赶快乱是不是 就有这种味道啦你知道吧 就根本就不是事实啦 而且这个人家那个活动就在几天之内就慢慢就过去 而且政府也做了有效的反应啊 比如说今天广州 广州就做了很大的松绑啊 对不对 还有很多地方啊 这个我们就不细谈啊 所以我是觉得 因为你是从卡达这边提嘛 因为卡达又是被BBC骂 所以就会让人家联想到这里 就是BBC 事实上我跟你讲 因为我们也稍微懂一点法文跟德文 欧洲的媒体其实 除了法广跟德国之声之外 人家的媒体也没那么离谱 你知道吧 那我们 我们台湾偏偏就只看那个最极端的媒体 对不极端的不看 看到标题跳过 一定要选那个极端媒体的标题翻成中文 因为我看把这一次的活动描述成白纸革命的 就只有英国还有台湾的媒体啊 对是 美国事实上不多 美国不多 美国不多 美国都是比较 未来性的评论 我知道了 他比较为例 比如说今天那个江泽民 那个过世嘛 那有些人就会谈说 这个会不会引起了另外一波 类似怀念胡耀邦的运动 你知道吗 那你要这样类比 坦白讲我觉得也很离谱啦 可是你要这样类比 那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嘛 你知道吧 可是就说你要把这个 明明就是针对防疫过当的一个抗疫 把他上纲成是对政权的革命 对 这个简直是 简直是荒唐 你知道吗 中国记协先开记者会 也特别强调这一点 这实在是太荒唐了嘛 而且 而且那个喊习近平下台的那个点 就是上海侮辱木齐中路 对 他就在美国领事馆的附近 是 而且就是那几个人 那其他地方有这样吗 并不是大家都这么喊 我们只有看到几个小地方啦 比如说上海啦 成都 小小的一个地方啦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啦 我觉得还是要从大的角度 才你可以跳出这些波折啦 你知道吧 比如说卡达这样被BBC修理一下 可是这无碍于他得到世界的尊重 是 你知道吧 这个世界杯 几乎大部分的国家都认为他是成功的 你BBC去那边叫也没用 没用 那习近平也即将去访问中东 是 那卡达也会来 阿联酋也会来 还有什么 巴林啊几个国家 六个国家啦 会一起干高峰会 你也不能阻挡这种历史趋势啦 你阻挡不了啦 就是说从这种角度才会看得出 谁在办正事嘛 谁整天只想惹麻烦 你每天都在那边扯意识形态 搞一些有的没的 我就看你苏拉克什么时候民调又跌破三十 我就看什么时候又有人要把 拿一棵生菜跟你照片放在一起 看你什么都下台 我看来不远了 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他做任何经济改革 对 真的 大家最期待的是他做经济改革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去 不去正视你国家碰到的问题 然后还在那边东扯西扯 抗中在那边访问基辅 对啊你怎么不去讲讲你英国 真不知道在干嘛 我都觉得英国快挂了 你那个苏格兰的独立 我今天还看到苏格兰那个领导人 在那边控诉英格兰 奇怪你怎么不去报这个新闻 我认为这个很严重 那苏纳克民调我认为很快 就会跌破四十了 那就很快的朝三十五迈进 这个就是你们在讲的民主政治 实在是低级无能 你知道吗 就是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要整年在那边 拿着别人的问题 在那边做大外宣这样 实在是很可笑 很可笑 我觉得你刚提到那个江振 江振民 因为江振民是有争议的人 可是他有他的大历史的贡献 当然 所以你要这样看会比较公道 你知道吧 比如说 坦白讲他一辈子也没想到他会接班 对 其实是 他就是在上海 然后发生这个学运的时候 他处理的不错 处理的很好 然后被邓小平欣赏 那结果这个赵紫阳被拔下来 那邓小平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就是他不愿意让强硬派上来 他就选了一个中间派上来 对 就江振民吧 因为我有看过一些报导 还有一些写传记的 江振民那天得到通知从上海去北京啊 是浑身发抖啊 嗯 因为他知道北京那个光场是多恐怖的地方啊 该怎么办 该怎么处理 而且你想想想那时候是什么状况 什么氛围 对 那时候不得了 那个保守派 对不对 保守派没有抢到位置 对 怎么轮到你江振民 对 对不对 一定有那个味道嘛 那当然是 邓小平听你嘛 就这样嘛 然后他去接班 真的不敢做事 一开始 真的不敢做事 我想大家都记得嘛 只要 因为我跟你讲 我1992年 我人在上海 亲眼目睹了邓小平南巡的冲击 因为邓小平1992年南巡去深圳 然后上海浦东就开始了 92年啊 我就亲眼目睹浦东开始了 真后悔当年没买一间房 没买好几间房 我跟你讲 我认识好多朋友 都在上海赚到了房地产 当然 赚了好多钱啊 我就不讲是谁了 民进党的朋友 也不是 也不是民进党的朋友 就是一些企业界的朋友 那那个时候浦东的房子多便宜啊 题外话啦 浦东凭什么能够迅速 能够来做建设 因为江泽民在当上海市长的时候 就搞了上海总体规划 所以所有的基础是他奠定的 这一段比较少人知道啦 就他当上海市长的时候 因为他是理工科的嘛 所以他就比较实实在在啦 他就在上海市就做了一些铺垫 因为知道上海浦西太小了 他一定要需要外扩嘛 那只是说他要得到中央的政策 那得到中央政策就迅速就发展起来了 我的意思是在讲说 92年这个邓小平 他去南巡嘛 他讲了一句话嘛 说反对改革开放的都下台 江泽民才开始动啊 你知道吧 所以他本质上是个胆小的人 他是一直到后来邓小平离开了 他才真正的 可是那个已经很后面了 很后面了 我的意思是说 他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 那 比较谨慎 就是政治 政治风气大概safe了 他就开始做了 可是那个时候也许中国 就刚好需要这样的领导人 就是说 他要把上海的一套做法 慢慢的变成中国的主流啦 你知道吧 那那个要推得快也不容易 所以你就知道 看他在他的任内 他做了几件事 是很不容易做的事啊 你这样事后看都觉得 他都做到了 比如说 军队不能经商 这其实是很困难的感觉 反摊第一刀啊 砍向解放军啊 而且就不准军队经商啊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 蛮常去大陆的 所以我也知道那个过程啊 本来那个军队都很有钱啊 那后来就开始 变得比较辛苦这样 这个 这种改革是很难的 很难的 这个一定要你经济 是在迅速发展当中 所以让迅速去提高军队的待遇嘛 然后给他更大的预算嘛 嗯 然后来安抚你说 你不要进行事业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也看到他在任内啦 就是中国加入了WTO 对 这也是很难的事情啊 我跟你讲啊 那时候邓小平已经 往生了啦 那我觉得他的运气就是不错 他搭了一个 比他更勇敢 更干练的 朱镕基 嗯 就是 接他后面当市长嘛 是 那朱镕基的名言 大家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准备了 100口棺材啦 那99座棺材给你们 一口留给我自己 嗯 对不对 所以说 谁挡到的啊 谁来阻止改革开放 那大家就一起死 嗯 就这个意思嘛 很强硬啊 坦白讲 有这样的一个 革命劣势般的改革家 这也是历史罕见 嗯 可是他等于就是帮 江泽民推入嘛 对 那江泽民就顺那个事啦 事上中国加入WTO 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嗯 因为江泽民接的时候是1989嘛 那他一直做做到2002 嗯 那我认为他完成最大的事情 就是加入WTO 嗯 就使得中国的 经济啊 延续1990年的奇迹嘛 继续往前延续了15年啊 就一路就延续到2015年 所以江泽民任内啊 我坦白说啦 这个 我们现在在谈那个 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啊 那留下来的那个 社会贫富不均的根啊 事实上也是江泽民留下来的啦 也就是说邓小平讲的那个 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嘛 那个 不同区域的 有差异的那种资本主义啦 事实上是在江泽民任内 大概发展到了最极致啦 我们可以这样说啦 所以 所以你看那个后来 习近平抓的人 幾乎都是江派的嘛 嗯 中国已经富到啊 有一些人已经富到 不合理了啦 而且就是用政治权力套现嘛 嗯 这太多了啦 可是也因为这样 就使得这个 我们就说中国的那个 市场潜能被发挥到最大 嗯 这个大概就是他任内 而且我基本上认为 胡锦涛 事实上 并没有做出自己的特色 嗯 他还是将时代的延续 嗯 他在收烂尾 嗯 可是他收的不彻底 嗯 一直到习上来才开始 大刀阔斧 做这个反摊啊 然后做一些这个 消灭贫穷啊 然后跟美国开始对着干啊 嗯 嗯 然后后来再搞共同富裕嘛 嗯 我觉得习近平的路线就很清楚 可是江泽民的路线也是很清楚 嗯 那只是说江泽民的路线是 在邓小平路线的掩护下 他把它做到极致 对 对 对 没错 对 所以真正缔造 江泽民路线那个人 实际上是邓小平 是邓小平 那邓小平的路线走到的极致 就会变成这样 嗯 如果你相关的共同 这个贫富 这些贫富的规范没有做好 然后一些法治的建设没有做好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嗯 就我们讲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嘛 嗯 所以 这当然就迎来了中国这个 我们说经济改革最有创造力的阶段 实际上中国大部分的 目前看到的比较厉害的企业 都是在这个阶段创造 嗯 创业啊 比如说互联网 互联网就从 1996年 到2010年这一段 都几乎都是这一段创业的 几乎啦 嗯 比较大的 嗯 那 就是他愿意提供一个更宽松的法律环境 让你企业崛起嘛 嗯 那比较宽松的法律环境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商人跟政治人物都可以赚到钱嘛 嗯 嗯 所以当然就会产生大量的腐败嘛 嗯 当然是这样嘛 嗯 那习近平就是要克服这个问题嘛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阶段不一样 对 可是 有很多人怀念江泽民这个时代啊 嗯 他怀念的不是说政商可以勾结啊 不是啊 而是 对企业崛起那个野蛮成长的环境 嗯 拘束很少 你知道吗 所以他才说这个这个 他在位这13年 然后加上 后面的7年是中国大陆飞速成长的 20年 就是我们 坦白讲我要讲一下野蛮成长 嗯 那 因为他没有经验嘛 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个例子这样成功了 哎 我法律环境可以来适应你 嗯 你知道吧 很多是这样过来的 就像放任植物疯狂生长这种感觉啦 对 也蛮成长 所以厉害的人就 可以创造一片天下 对 他赚到钱了可是国家也富起来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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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后遗症也造成了 对 所以 习近平比较辛苦就是因为他想要让他 变得更有规范 变得更合理嘛 就是这样 好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温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